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西博士表示 他與感染者的接觸屬於相當低風險 福西的檢測結果為陰性 自我隔離是處於高度謹慎 並將在家遠程工作 副總統彭斯的新聞秘書米勒 在上週五接受了中共病毒測試 測試結果稱陽性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雷德菲爾 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哈安 也將自主隔離兩週 兩人各自聲明與感染者有過接觸 雷德菲爾日前感覺身體狀況不錯 沒有出現症狀 他會在自我隔離期間在家遠程工作兩星期 哈安目前的中共病毒檢測是陰性 目前白宮已加強了安全措施 工作人員每天接受檢測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不擔憂病毒會在白宮擴散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綜合報導 使用最後一整天的報告 雷德菲爾日後 賀菲爾日後 雷德菲爾日後 莫派 最寅的聲明